然後三張我告訴你們用不同方式上色 我先用講解 你就自己選 有一張要用色鉛筆上色 然後有一張你幫我用那個什麼 剪貼的上色 剪貼就是你可以看你要貼什麼都可以 剪貼就是我的設計稿有沒有 但是我就用剪貼的幫他上顏色 你要用貼的或是用什麼都可以 拆枝不限的 有沒有開枝比較好玩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幫我用黑色鉛字筆上色 只能用黑色鉛字筆 然後這訓練什麼 第一個這個是訓練你們對色彩的概念 還有質感 然後這是什麼 這是訓練你們對材質的應用 然後第三個是訓練你們對那個 淡衣顏色的畫法 這樣OK齁 所以三種是不同的上色方式 然後這兩個我就不釋放 我今天只釋放 因為這讓你們自己發揮 先講一下 上色的概念 上色概念第一要有光線 關鍵畫完這個就是 暖色系是什麼 是你的主題顏色 冷色系是什麼 是讓它後退的顏色 等到這都光線顏色出來 最好之後第四個要有質感 那可以的話 把那個東西的質感畫出來 好 這張是前面哪一張 你這張是前面哪一張 忘記了 這張是前面 有一點上 它有改過 好 那我這裡是發揮的 你就接著四個 光線 希望暖色系畫 對 還有一個部分可以留白 留白也是很重要 不要全撥化 有些可以留白 好 關鍵就是假設我今天是定這個 光線 光線在這裡 我畫的時候就是 暖色 暖色是前進色 我可能就是這個用暖色系畫 後面用冷色系 那我說可以部分留白 要不要 要開始畫 親近的畫 先上基本色 最後再畫裡面的細節 有沒有看我已經開始在留白 部分留白 你可以先畫衣服 人皮膚後來再上 人的皮膚有些可以留白也沒關係 主要我們是專攻那個衣服 好畫一半 好畫一半 因為下一半要交給你 我幫你畫完就 對 所以我幫你畫一半就好 你這是透明的嗎 對 還是 還是 好 好 假設現在 我今天做漸層 漸層至少要做兩層 有沒有 至少要兩層漸層 好看第二 這剛剛第一層的第二層 好至少要兩層漸層 第二層再畫一種 第二層就是要把它的一些 陰暗面 你看我們像這都有陰暗面 有沒有 第一層是上一個底色 第二層就畫這種陰暗面 好 最好是有圖片可以看 就不用 就不用這樣 像我這樣自己創造 如果真的要自己創造的話 也要畫的 有那個布的質感 剪貼的話 你可以去 去永樂市場 買現成的布料 有沒有 自己這樣剪貼剪貼 自己貼這樣 好看我在畫皺子 第二個設計 通常都在畫皺子 好 你看這樣畫 處已經開始有那個皺子的變化 好 老婆會用冷色調 就讓它後退 像那種暗面 都可以用冷色調 假設我這邊是暗面 有沒有 你可以再加一點冷色系 幫助它一些 然後去處可以部分留白 有沒有 它都有一些部分留白 好 把它加顏色 好 然後再畫質 我現在示範得怎樣 再畫質感有沒有 假設上面有一些地方處理質感 花紋跟質感都最後在畫 在上色的時候 在上色的時候 然後你上色不一定每個都要上色 你也像我那樣用跳格的上色 但是讓人家看出來是什麼東西 就好了 然後上色盡量豐富啊 不要太單一的顏色 其實它全身是白色 你也給它顏色豐富一點 你看看我光畫根本就加了很多顏色 有沒有 讓它這樣比較豐富 這樣OK 然後假設我上面有花紋 有沒有 假設 我有花紋 我就最後這樣上花紋 輕輕的上 顏色都不夠中的 好 花紋也是有青有淡喔 你不要都一樣的力道去畫花紋 你看一下我是不是花紋有青有淡有沒有 它就有什麼 光線的變化 因為這是光線在這裡 所以我這邊很淡 這邊比較重 這樣OK 好 那就先這樣 你就先下去 你自己決定要在哪 假設我這實在是 先一條一條 A是形的 有看到 A是形 很像 有點像蛇文 然後到下面再 你看它 它按的都是下面 有沒有 然後再加深 不要全部加深 部分加深 你看我也是邊看邊畫 這種都是要邊看邊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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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深了就深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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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樣說它有那個感覺 嗯 嗯 嗯 這樣就差不多 這時候 讓它自然 好 這樣皮 然後遠看幫我拍一下 樹有那個感覺 我覺得那一條很塗 拿一条 是 这个 这个 这故意的 因为你不讲话 那就初步来 画画就是这样子 好 这是皮